好,歡迎今天的動漫無雙的special 我們繼續有何馬祖和有馬爾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 我們6月22日就是Love Life Only的event 我們請到主辦者Hugo哥 請聽Hugo哥說幾句 我叫Hugo哥 大家可以叫我HugoOK的 這次活動都OK 大家都相信玩得開心 希望有機會遲些再見到大家 這個好像是收尾 當然當然不是收尾 我們當然要問一下Hugo的問題 請來Hugo 先說一下 這次和人的event 在網上都說得挺誇張 因為很早已經完授了這些only event的飛 你有沒有覺得意外呢? 還有有什麼決心突然搞這個Love Life Only的event 其實都意外 因為搞的時候差不多是2013年11月12月 這段時間去考慮去搞的 那時候坦白說 Love Life還沒有那麼受歡迎 那麼普及的 籌備了6個月之後 現在Love Life也挺受歡迎 這次買到所有的飛 甚至有些缺貨的情況出現 我們都覺得很意料之外 因為我們要上去這個咖啡那裡買票 已經買了一萬元素 應該也很奇怪 其實買票的人都不少 那說一說一說 你以前有沒有搞過這些同人活動呢? 可不可以講一下你籌辦的心得? 其實呢,我以前從來沒搞過同學活動的 我們籌備的心得就是分工合作,其實都沒什麼特別 還有有心喜歡的作品,自然會想到很多idea 而且大家都應該感覺到我們有個心去搞 希望多謝大家來我們這次活動 現在剛剛完了,還有很多人在樓下 很多人在樓下,我們都見到很多奇人意識,特別是喜歡love like的朋友 大家看到我們在節目中會說,之前有一位就聞了 樂裝咪是新的那個人聲,我們都見得到 先說完,這次人流這麼蜂擁,有沒有覺得壓力大呢? 還有有什麼難題呢?有沒有這次排節目的時候,人流怎麼安排呢? 其實這次節目人流非常之多 差不多過五、六百人差不多了 那搞這次節目呢,見到這麼多人,我們都挺大壓力的 坦白說,尤其是我們中途有一段時間是曾經停售過票的 之後再加時,然後現在再現場有得賣票這樣 這樣,因為停票的時候,有很多人有很多意見向我們反映 有好有不好,這樣的話,這段時間我們幾個工作人員都挺大壓力的 坦白說 那現在就大家,so far,現在現場都沒有什麼特別投訴 票務方面的問題,那我們其實都已經很滿意了,坦白說 那當然啦,這次也很榮幸這麼多人一起支持 那也有,你還要呢,這個次的only event 是吸引了很多大手,還有一些海內團體 那我們在場裡面已經看到,譬如風林火山啊,他們呢 譬如Juan Yuli啊,這個跟台灣有少少關係的檔口 就已經都排大長龍了 那在這些人流,我看你們都花了很多功夫 其實沒有說特別某個檔有特別待遇的,坦白說 每一檔我們都是一個平等的檔去做的,坦白說 所以你說花很多功夫,落某些檔,我又不是太同意的,坦白說 反而你說,看回問題,我看回個廣告 就說,很多大手進來這裡 那其實,不知道為什麼很奇妙的 喜歡Love Live的很多都是大手來的 那有很多表演團體 我們都是很多年很出名的表演團體 那人流方面呢,我們做一個就是 其實是分階段式人流管制 那一段段地分放一些參加者進來 讓他們去購物啊,或者去拍照留言 會呼籲場內的人士,如果你們已經買了心意的物品 或者拍了照片,可以出去場外休息一下 讓其他未入場的人士重新進來 那這個就比較特別小小的安排 那大家都很合作的 非常之乖,多謝大家 我真的詳細再說一次 真的多謝大家,每一位 多謝你 好啊,那說完吧 大家都知道,這次用台灣的外劇場 來做Only Event的場地 為什麼四點偏遠,但很多時候 Only Event都會用這個場呢? 還有,可不可以說一下這個場的好處 和可以改善的地方? 其實說起都很生氣 我們,因為在香港Only Event是沒有場的 我跟你說,你見到搞得成功 大部分都是大學EVENT,自己本身有場 如果你真的要訂一個場 基本上,除了柴灣之外 就是可能是新蒲崗這些地方 那,以Love Life這個活動來講 我希望參與人數多一點 那我們唯一的選擇就是台灣話劇場 希望有一年我們可以訂到紅館 當然就 哇,紅館,看看你們如何安排 今天就說了 你這次活動以Love Life為主 但我知道入場的時候 不是每個人都是打黑粉絲 當然有很多人說 一有Live Show就在各個跳 很多人在跟著唱 但是如果有些人不是打黑粉絲 各個進來的都呆呆地黑的了 其實我們售票的情況 是限量四至五百張在現場即時買的 我們七點半來到那場 已經在門口有人在排隊 如果這樣都不叫大黑 買到票的我相信都很大黑的 如果這樣都不叫大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叫大黑了 所以你有問題想想想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真的早上賣票 但是有時候我都認不出些歌 不好意思啊,大家 你重新派溫書 真的沒有辦法 不過說回來 作為Love Life一個好者之一 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Love Life為何香港 這麼吸引到ACG迷呢? 對於Love Life而言 你吸引你的是動畫、漫畫、Apps的遊戲 Live Show還是歌曲? 其實每一樣都很吸引我 因為其實Love Life是一種很正面的活動 大家一群或者追求夢想 老土的說句 一起在舞台上跳舞 我相信就算你不去特別喜歡 你也不會特別反感 加上一些動畫和Apps遊戲的加持 跑出可以紅到 我也覺得 不是什麼特別驚訝的事 那就說吧 剛才我看到好像場內有一個 類似投票 就是選哪一位 就是他們最愛好的角色 那麼 Love Life裡面有九個角色 我也要告訴一些 不是Love Life的聽眾 那你最喜歡的是哪一位? 還有你覺得香港 剛才做了投票 你覺得香港的粉絲最喜歡的是哪一位? 其實根據我們的投票 香港粉絲最喜歡的就是Marky 其實 我們的投票歷史了四個月 在我們官網上投票 總共有二千五百多張票 有四百多張票 差不多五百張都是Marky 那我相信 他可以成為香港 我敢說 他是香港粉絲之中 數一數二最受歡迎的角色 Love Life角色 至於我喜歡 我就喜歡Linja 因為 對 冷門來的 冷門 你懂什麼?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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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支持你可以做朋友 噢 好 那我先說 有人說 Love Life的粉絲 是高消費的一群 因為精品 周邊都已經多了很多 而且遊戲的課金 很多人都花費不少 有些人是廢村忘餐 可能訂幾千元一個月都有的 喂 你對這些言論有沒有什麼回應呢? 呃 其實呢 我相信每一個作品都有它的高消費群 還有一族的 那你說 特別課金 很多遊戲都付很多金 PAD都有很多課金 對作品有愛 課金 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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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說 你對香港的Love Life的粉絲 感覺如何? 上次在電影院 之前在電影院 曾經做過直播 和日本的Mews演唱會 接播 今年C3也曾經見到 其中七位來過香港 他們也很熱情 好了 首先你對這兩次的表演 感覺如何? 還有C3的Mews的表演 有些報道說粉絲很熱情 熱情過浪 你有什麼回應呢? 那我又不覺得特別熱情 正常見到Idle 你會想去跟他聊天 你會想幫他打call 你會挺開心的 那其實 嗯 OK啦 我自己兩個活動我也有去 那我自己也是打call 可能我自己親歷其中 我不覺得自己太熱情 我自己都打得很爽 是啊 沒有特別的 天氣熱是這樣的 好啦 你覺得Love Life的熱潮 你希望延續到多久呢? 但是希望Love Life在微海 怎樣發展呢? 會去哪裏發展多些呢? 其實不要說熱不熱潮的 我相信可以 如果喜歡的話 你會一直持續下去 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但我覺得Love Life 將來可能七到八十 我都仍然會記得這作品 我還沒問在他身上 將一些角色 又來了 又來了 現在 一點點就想 算了 即是這些 現在又變成了化身 也不太好 當然 我們有個問題 想最後問 今天要為活動評分 那你自己會為 今次 你第一次的 Only Event 你會給自己多少分呢? 還有 你最後有沒有什麼 想跟我們的讀者 或者跟我們的聽眾 一起說說 自己呢 我就應該給六分 因為就有很多 大的進步 就是很多進步可以做到 這個是十分以來 不是一百分以來 然後 如果你說整個活動 坦白說 我真的給了十分 我自己玩得很開心 我才不管入場的人 是玩得開心不開心 最重要 我自己也玩得開心 大家都玩得開心 我相信 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在Facebook留言 我沒有問題 我會下次改進 如果有下次的話 當然 我們也看到主辦 上戲不接拍 為什麼呢? 主辦真的玩得太開心了 主辦也覺得自己很高興 以及很喜歡今次的活動 我們也看到 其中一位主持有馬爾 在今次來說 是有外語的 背著一個多列 就是貼近Marki 就是貼近的 當然是 這些是自己拍了相片 自己放上網的 自己看得到 自己上去動漫無雙 的Facebook自己看 我所聲明是誰都放上去 麻煩你 有人放上去 我們不知道 好了 今次的特別的內容 就到此為止 我們也會帶更多 一些同仁的Event 訪問給大家的